嗨,大家好,我是Sugi 然後我今天要給大家做的就是 Stila的這個遮瑕盤跟NYX的這個遮瑕盤的效果 然後我現在就是上了一層很薄很薄的底妝 然後畫了眉毛 然後大家應該還看得見我的眼袋啊 然後臉上有一些泛紅的痘印啊什麼之類的這種 然後我就一個一邊臉給大家試一下 然後還會用這個Stila的這個也是最近買的 這個腮紅跟眼影的盤來畫一個眼妝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了 這個我覺得它這個設計還蠻不錯的 就是這邊有一個透明的這個可以這樣翻下來 這個就沒有鏡子,這個就是透明的這樣子一個 可以加對比一下顏色,你們看 嗯,相對來說的話 這邊的顏色會,就是Stila這邊的顏色會更豐富一點 這邊的顏色會更淡一點點 但是它的顏色,色度啊什麼的 好像差不多 這個Stila的可能會更濃一點這樣 然後Stila多了一個這個橘色的顏色 好,然後我先用NYX的遮這邊 然後一般來說如果你是黑眼圈 那就是用這個粉紅色的來做 這個粉紅色它的膏體就特別會好取 我這樣用手拍開 這兩邊的效果,這邊會比這邊好一點 就是眼周暗沉的情況會稍微好一點點 然後我們接下來用Stila這一盤遮這一邊 因為我的黑眼圈不是那種非常深的 然後就是顏色很重的那種 所以這個顏色其實我用不太到 除非是我連續好幾天熬夜 然後臉色特別特別差的時候我才會用這個 一般來說我就是用這兩個就OK了 這個粉色的跟這個橘色我會混著用 然後這個相對來說呢 它就沒有這邊這個這麼亮 它比較貼近膚色一點點 大家看看兩邊的效果 要說效果的話 好像這邊遮蓋力會更好一點點 就是怎麼說呢 它的顏色更接近於你本身的膚色 然後它遮完之後效果就會稍微更好一點 然後這邊的話它就有一點點泛白 有一點點 我這樣鏡子看的話 這邊是比較自然一點點 就很像沒有遮過一樣 然後這邊的話就可能有一點點泛白 不過價錢來說的話 那沒什麼好說的 然後 然後這邊有一些泛紅痘印 然後嘴角有暗沉 然後這邊有泛紅痘印 泛紅痘印的話 因為我痘印不太多 而且也不是很明顯 所以可能看的不是很出來 然後我先用 我先用Steela的這一盤吧 遮這一邊的泛紅 我一般採取的是這種少量多次上的 大家能看得到區別嗎 不是非常明顯 但是有遮住一些泛紅 但是可能鏡頭裡看效果不是非常的明顯 因為我本身痘印不是很多 所以相對來說就比較難做遮痘印的這個 然後接下來用Nyx的遮這半邊 Nyx這個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它的膏體太軟了 然後你手沾進去取這個膏體的話 就很容易會取太多 然後Steela這個就比較好一點 因為它壓得很實 所以你取的時候就沒有那麼的 然後明顯 你看這個就是特別特別明顯 它不是像Steela那種是 就是你可以少量多次的上 然後遮得比較自然的那種 這個相對來說就 會比較不自然一點點 然後它會有很明顯的一個膏體的那種感覺 不太溶於肌膚 不過這個價錢差距我覺得 色點缺點還是可以接受的 你看它會有一塊膏體積在這邊這種感覺 這點就我不是非常喜歡 你看你可以很明顯的 我不知道大家鏡頭有沒有看到 我這邊就是很明顯的這上面的顏色 跟這裡的顏色就是兩塊分化這樣子 然後這裡有一塊紅紅 差不多 不過遮住也是ok的這樣子 總體來說我覺得 Steela的表現會更好一點 畢竟它的價錢在這裡 不過NYX這個我覺得它的價錢來說 我覺得它的品質是很ok的了 可是畢竟你不可能拿一個幾塊錢的東西去跟一個 三四十塊錢的東西去比吧 我覺得是有太大的可比性的樣子 但效果的話還是Steela比較好 好然後我們現在來用一下紫色的這個 來遮一下嘴角的暗沉 看哪邊表現會比較好一點 還是一個問題 就是它遮完之後 你會有很明顯覺得這邊是一圈紫的那種感覺 它不是特別容易激敷 然後如果你拿Beauty Blender拍的話 它又就是遮瑕力就比較不好 或你這樣子一直拍的話會好一點點 那這邊就會好一點 遮瑕力是有啦 但是就是說不是特別自然 你可能後面還需要上遮瑕膏去把它補得自然一點這樣子 然後這個Steela這邊的話它就不是膏體 它是這個粉 那我們現在拿一個小刷子 來把它掃在這邊 給大家看 這個取粉還是很ok的 就是還蠻容易取到的 然後它這個山腿來說就會比較自然一點點 就不是那種 你能夠很明顯的看到這邊有一圈紫紫的那種感覺 就是兩邊臉 差距好像還蠻大的 其實確實是這一盤會比較好 就是可以說效果是完全碾壓性的 其實我還是蠻推薦大家如果有一雙還是去錄這一盤 因為其實這種遮瑕膏它可以用很久很久 所以其實我覺得ok啦 就是這個價錢錄的話 這個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是第一次嘗試這種顏色矯正的話 你可以買這盤試試看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一個比較完美的效果的話 那還是就是Mastella這一盤 那我現在這邊這個眼袋還蠻重的 所以我還會用Stella這個再慢慢遮一下 好啦 這邊基本上就也遮掉啦 然後我們現在要用的就是遮瑕膏 就其實如果你平常不是追求那麼完美的妝效 就知道臉上一點瑕疵都不能有的話 其實上遮瑕就可以了 你也不一定一定要用那種顏色矯正這樣子 好然後接下來再拿那個MECA Clever這個三分性一下妝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用Stella這個眼影盤 算是一個全能盤吧 裡面有腮紅有眼影 也是一個比較橘色的盤 我們來畫一個簡單的眼妝 然後我們先用這個眼部打底 我最近沒有買什麼新的眼部打底這些東西 就是我就會一直用之前的 如果有新的就應該要update 然後就是NYX的這個肉色的眼部打底 我覺得還挺好用的所以我也一直沒有畫 接下來我會先用這個色來打底 然後打完底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再用這個顏色 橘色這個顏色 畫在那個眼皮褶跟眼尾 然後注意就是畫在後眼尾也一定要就是正好是這樣子 就你的眼窩裡面 特別像我們這種內霜的人 如果不是想畫特別誇張的眼妝的話 最好就不要超過眼窩 然後再 然後洗一下刷子 然後這個洗刷子是我自己做的 這個就是超市都有賣那種洗碗的東西 然後你就把它剪好之後 拿一個這種喉糖的那種包裝 然後把它塞進去 就可以洗刷子了 跟那個Supra買的一模一樣 沒什麼差別 還便宜很多 等於不要錢哦 然後再用這個顏色 再打在前面 然後再拿一個刷子 它們不能領開 然後就會獲得一個橘橘的 還蠻自然的這種妝妝 然後再拿這種小刷子 沾取這個比較深的 所以最重這個我今天暫時不會用 因為不想要畫那麼濃的 把眼尾畫出去 你們現在看可能眼影都會很醜 所以我待會兒上完那個 睫毛膏跟眼線之後就不會了 最後還是再拿這個 因為那時候要再暈暈一下 因為那時候要再暈暈一下 好我今天用的是這一把 就是 Kiss Me的這個棕色的眼線筆 你在畫比較橘色的眼妝的時候 用這種棕色的會顯得更自然一點 然後把這邊也畫上 再用這個Kiko的眼線筆 就填滿一下內眼線 填滿內眼線之後呢 眼睛會顯得更有深 然後接下來就是睫毛啦 然後接下來用的是Kate的睫毛打底 但是我還是想要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Kate這個睫毛打底呢 是要等的 我上次化妝的時候 因為就是拍是妝容視頻 所以我就省略掉了 然後今天就 給大家示範一下 我一般塗完這個之後呢 會繼續塗腮紅 然後塗完腮紅之後 再回來塗那個睫毛膏 好然後刷完這個之後 我來塗腮紅 我真的認真跟大家講 這盤的眼影我覺得沒有非常特別 因為我又還蠻多這種色系的眼影了 但是他們的這個腮紅真的 超級美 然後我一般是先用這個 這個顏色來打底 但這個很顯色喔 所以用起來要小心一點點 你看是不是超顯色 好 好 畫一點點之後 拿這個 好 蘭底開 然後用這個顏色塗完之後 再拿這個顏色疊在這個上面裡面 因為這個橘色是有一天也帶閃的 你把它打在C區這邊的話 就是會顯得你的皮膚更好 它的那個粉質還蠻細的 就不是那種特別寫毛孔的那種 然後這個就輕輕拍在這裡就可以了 不要太那個 然後拍完之後再拿這個把它點開 然後這上面就蓋了一層這種橘色的 感覺的腮紅 就非常非常美 然後腮紅塗完之後 我們現在來塗睫毛膏 睫毛膏用的是KA的這個 超級超級好用 你看它的刷頭 就是這種非常非常細的 然後刷出來的睫毛就是一根一根的 然後就刷完睫毛了 我今天沒有羞辱也沒有打高光 因為我就想說就用這一盤 做完所有的妝容 所以我就不打了 然後眼妝這麼橘 然後腮紅也這麼橘 那我們就用一個這個顏色 就用MAC的這個HOT Tahiti 來綜合一下 就是這樣 美不美 然後我就很厚塗這個顏色 美嗎 頭髮放下來 然後這一盤眼影呢 我覺得如果你有很多橘色的眼影了 那它的眼影就沒有非常的特別 但它這個腮紅是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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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 其實如果它不打折的話 我可能也不會考慮 去入它 因為我覺得我這種顏色實在太多了 但是因為它打折嘛 然後這兩個顏色我知道真的很美 所以我想說 那就入吧 因為打完折價格確實還蠻低的 總而言之 我覺得Steela的遮瑕盤非常非常非常好用 如果有在找類似的 就是顏色矯正的遮瑕盤的話 我非常非常推薦 然後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跟我今天的妝容 如果喜歡我的話 記得給我點贊 訂閱我的頻道哦 我們下個視頻見吧 拜拜